大家好,我是阿妮,欢迎回到人生启示录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听过说话的艺术 这世上的艺术千千万 其实说话也是一门艺术 一堂我们人生当中的必修课 说话说得好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种智慧 每个人听了之后都会感觉到非常幸福快乐 觉得和你说话聊天是件非常愉快的事 相反的,一个不懂得说话 经常言语用句不当的人 说出来的话就会伤害到别人 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摩擦和混乱 最后大家都不欢而散 今天我想与各位分享一则关于说话艺术的智慧小故事 一位皇帝 梦见自己所有的牙齿都掉了 醒来后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觉得很奇怪 觉得很奇怪 他立刻遭来了一个解梦家 问他这个梦是不是暗含着什么意义 或者预示着将来 解梦家说道 陛下很不幸地告诉您 每一个掉落的牙齿就代表着您的一个家人的死亡 皇帝听了之后 愤怒地对着他大喊 什么 你这胡说八道的家伙 竟然对我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给我滚出去 他下令 来人啊 给这个家伙 务失大板 不久 另一个解梦家 被传上来了 他细心地 听完皇帝 讲述的梦境 解梦家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微笑 他说道 皇帝 我很荣幸能为您解梦 您正是鸿福齐天 您将获得比所有的亲人都要长久 皇帝听后 立即眉开眼笑 他说道 你的解梦之数实在是高明 随后 皇帝又安排侍从 申请款待他 临别时还赏赐他五十个金币 在一旁的侍从 私下问这位解梦人说道 就我听来 您的解释和第一位解梦人 不都是同一个意思吗 恕我直言 我并不觉得 你的解梦之数 有什么高明之处 那聪明的解梦家 巧结地回答道 你说得不错 不是我的解梦术高明 而是说话比别人 稍稍高明了一些 语言是一种神奇的符号 同样的一个意思 不同的说法 既能使你欢呼雀跃 也能使你暴跳无雷 如何智慧而得体地 表达出心中的意思 真的需要我们用心去诠释 不知道大家从今天的故事中 学到了什么呢 欢迎大家到影片留言区 与我们分享 希望今天的故事 能给你来来启发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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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